十方诸佛净土无量,为何经论多指归极乐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若善男子,善女人,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,以诸善根回向愿生,决定往生。 常见彼佛,信心增长,永不退转。 与彼文法,观佛法身,见字修行,得入正位。 十方诸佛,净土无量,经论多指归极乐者,略有四亿, 一者阿弥陀佛与此土人最有缘故,乃至穷村屁物,若男若女,若长若幼,若知若愚,无不知称阿弥陀佛明者。 二者法藏比丘愿力圣故,诸佛果得虽时平等,因中愿力任运设生,无差别中有差别故。 三者令人细念的专心故,若不专叹,则众生寄于生息。 又欲生冬,心无疑定,敬业难成。 所以十方诸佛,同出广长舌相,赞子一门,令人专意。 四者阿弥陀佛即法界藏身,即恶事界即连华藏海。 故见一佛即为见无量诸佛,生一土,即为生无量土。 念一佛即是念一切佛,即为一切佛所互念,以法身不二故。 生佛不二故,能念所念不二故。 一念相应一念佛,念念相应念念佛,应该果彻,更无二故。 愚如净土经论广明,不能废数也。 根本不要有空,能念参与没有位置。 克伊 supervisor·福年纤丹岳teen生存的作品。 勇下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